絕大部份的新款車都配置了電子油門 所有走電子油門的車在比油時都會存在著反應上的延誤 我們可以引用由RAID SHIP技術總監所畫的圖 從學術性方面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下電子油門延誤的情況 以及究竟RC是如何處理到這個問題 這裏的X Accelerator Pedal Travel 油門踏板深度 即是踩了踩多深 由零沒有踩 去到100%地板油 而Y Throttle Opening 即是節氣門開啟 也是俗稱的天峰 它的開啟也由零去到100% 而這條直的虛線代表舊款YR油門 你踩多少它就給你多少 黑色線就是大部份原廠電子油門的線性 而紅、橙、綠色線分別代表安裝了RC之後的六段調節模式 你可以看到原廠電子油門在頭段下墜的曲線部分 這個就是油門Delay 也就是給油門後 車要等一會才慢慢有反應 好像拉油上述的常見問題 廠方很多時候為了省油 增加乘坐舒適度 以及通過環保條例等等的情況 而作出這個設定 就算你一腳地板油 你怎樣大力踩它 怎樣咪咪它 你都只不過是踩它同一條線 換句話來說 Delay依然都會在 RC正正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 透過不同的電壓輸出設定 它可以改變節氣門的開啟速度和幅度 節氣門的開啟速度和幅度 是直接影響比休後至於車真正有反應所需要的時間 簡單來說 車氣門開啟的速度越快 幅度越大 車就會越爽 而相反就會越黏 而黏來說 RC的Echo Mode 可以令你車的油門反應 黏得有道理 例如在塞車的時候 以原廠的油門設定來說 當你踩過中間這個位置的時候 即是等於踩了這麼深 大約4至5成的深度 你的車就會飆出去 令你踩駕駛 其實這個過程 多大約有 而RC的兩段Echo Mode 即是綠色這兩條線 它令到車的油門反應更柔和 在塞車的時候 就算你踩到這麼深也好 車都不會踩一下突然之間飆出去 就好像放大了油門的控制空間一樣 可以將油門反應調節得這麼柔和 是RC已經做到的 橙色這兩條線 是代表了RC的Sport Mode 你可以很明顯地看到的分別 是比原廠油門反應快了 搭板深度也同時淺了 而完全地處理到油門Delay的問題 將RC調至Sport Plus Mode 你可以看到車的反應 比起剛才的橙色線再敏感了 選用這個模式 你只需要輕輕一踩 車就已經會飆出去 所以說無論你是一腳地板有 踩深一點 踩快一點 甚至乎將車調到Sport Mode也好 安裝了RC之後 都會再快過未裝之前 你這部車的反應更靈敏更直接 快了就是快了 爽了就是爽了 差點忘記跟大家說 現在只要提早預約 就可以來到我們土瓜人的服務店 免費使用RC了 想感受RC帶給你的爽快駕駛體驗 還有很多關於RC的問題想問我們 快點聯絡我們 預約一個時間來親身體驗一下 RC如果配合RAIDship外掛電腦 一起使用的話 就可以再進一步增加你的駕駛樂趣 當然RC它也可以單獨使用 若然你想知道更多關於RAIDship Ultimate的講解 就可以在這裡 看看Longman的講解 回到同想這種長度 就可以回到過去 跟我們一樣的期間 進入我們的去社會 進入沿路 や我們進入沿路 進入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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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